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第一条建议 则应该有稳定的视频流量来推荐观众 通过推荐这些视频 你可以增加自己的观看次数和总观看时间 从而提高YouTube中的搜索排名 用户留意的时间越长 建立的信任度就越高 最终会让客户满意 四 优化您的视频标题和说明 就像在Google或Bing上搜索内容一样 同样的因素也会在YouTube上发挥作用 搜索引擎优化 SEO 对于让你的视频在YouTube搜索结果中排名至关重要 以便在用户搜索与你的某个视频相关的关键字时显示您的内容 一般SEO最佳做法是用于YouTube 例如 确保每个标题说明和关键字选择都与你的内容直接相关 如果你不确定哪些关键字 请尝试使用Ture Tool Io或Math 或者Google Ad 关键词搜索等工具来获取更好的洞察 例如 如果你是一家清洁服务公司 可能希望将你的内容集中在高度搜索的关键字或短语当中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人们正在搜索什么内容来了解要制作的内容 确保您的关键字出现在您的标题 说明中 甚至是视频本身中 以帮助YouTube更好地理解您的视频的内容 例子 排名靠前的关键字 在YouTube搜索结果中排名更高 这是让您的频道获得更多订阅者的最佳途径 五 为视频使用自定义缩略图 如果你希望用户在YouTube上认真对待你的内容和页面 请投入更多的精力 一种让您的频道看起来很棒的方法 就是视频加自定义缩略图 这些图像用于代替视频的特定屏幕截图 如果不使用自定义缩略图 则最终可能展示出会拍摄较差和未经编辑的照片 当你说话的时候或者当图像对齐时 这看起来更糟糕 OxyClean在使用清晰显示 其产品和视频标题的自定义缩略图图像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缩略图图像是可以让你的YouTube频道 看起来在业内值得信赖和可靠的方法之一 六 寻找共同营销机会 在YouTube上面与另一家公司合作推广你的品牌 是一个绝佳途径 联合营销已成为许多企业 试图增加受众规模和YouTube订户数量的有效策略之一 例如 Target经常与其店内出售的其他品牌合作 以突出客户可能不知道的新产品 其视频系列 Liz Justin在其每个视频中讨论了一个特定品牌 Link HTTPS 由图BRZLHF Chirloops 需要科学上网 这种营销策略不仅可以帮助Target客户 还可以帮助BubbleBar对Shgothics感兴趣 你拥有大量受众的品牌合作 有着非常利好的增长点 从专门针对你的行业品牌开始 那些刚刚进入行业的新品牌 如果你与其他品牌建立一些共同营销视频 较大的公司可能会更愿意参与你的视频 因此达到共同营销目的 七 不要忘记你的注视 为你的YouTube视频添加注视 是吸引观众并使内容更具互动性的最佳方式之一 通过特定的注视 您可以将热点文本覆盖在视频上 并添加链接到故事的某些部分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 宣传你的品牌是好的 但过度宣传是不好的 确保你提供允许用户在视频中跳过的注视 轻松找到您的订阅按钮 甚至可以跳到另一个视频 您还可以设置注视 以连接到您的主页或登录页面 但为了真正获得更多订阅者 你需要专注于YouTube上的内容 进行过度的销售 可能会造成更多账号被限制 客户的反感 Zipcar在内容结束之前 为其他推荐视频创建注视 目的是让你参与并观看更多内容 虽然并不是每个视频都需要 但注视与你的内容配合使用是关键 8.给一个让粉丝回来的理由 如果你想了解如何获得更多订阅者 给一个让粉丝回来的理由是非常重要的 为自己的品牌制作的案例越好 你就越有可能看到粉丝的增长 指向你的频道的链接 以及引来更多的订阅者 给客户留下持久视频印象的最佳方式之一 是通过其他的社交媒体去推广 这意味着你应该尝试回答某些同行视频的评论 或与可能以前被要求提供此类内容的用户联系 根据统计品牌旨在社交媒体回复11%的消息 最重要的是普通品牌每个季度收到957条社交消息 并且都需要被回复 因为都是关联性非常强的客户资源 持续发布优质内容 发布相关视频 并与你的用户保持精力的联系 才能让你的追随者回来 9.监控并分析你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掌握有关YouTube分析的大量信息 那么你肯定会错过了很多机会 从盖栏报告开始 查看过去28天内的内容效果情况 以上分析工具 在YouTube后台都有提供 无需使用第三方分析软件 轻松获得一切 你想知道的统计信息 分析用户的生活场景 其次 使用设备报告来跟踪用户观看视频的方式 由于近50%的YouTube流量来自移动设备 因此考虑内容长度 注视位置以及其他 可能成为移动设备问题的因素是明智的 如果你按照这些步骤操作 你一定会看到你的用户数量猛增